我們來提到說什麼 因為現在美國跟日本跟韓國 就在中國大陸東海附近 有進行演習 還一度逼近了上海 其實他往南也可以支援台灣等等 美國出動卡爾文森號 日本出動日向號準航母 南韓又出動 世宗大王號的萬噸驅逐艦 俄羅斯其實也有去看 圖95轟炸機來了 更別說中國大陸這艘船艦 也很有意思 一艘795的電子偵察船 已經也到了附近去看你了 它是815A型的電子偵察船 排血量6000噸 也有四門的30毫米的機關砲 意思就是你來 我可以以敵練兵 對 因為當美國在這個地方 練兵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收集所有 它所需要的參數 電偵船 對 免費 一直收集你的參數 所以我相信在那段時間 中國應該是收穫滿滿 還滿開心的 很開心喔 對 就是你多演習嘛 你盡量演習 中國大陸的情報參數 收集都越來越多 對你每一艘船的聲納 每一艘船的 所發出來的聲音 所掌握的就越來越多 對你的通信系統 你的雷達的系統 掌握的越來越多 我覺得美國的那一些的軍演 跟日本的那些軍演 其實只會自負其短 為什麼 因為 以日本的本土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在中國大陸 導彈的覆蓋範圍內 對 而且中俄之間的聯合巡邏 我覺得是一個定期的 不管是在海上的巡邏 或是空中的巡邏 這一定是肩並肩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日本的動作做越多 美國的動作做越多 那他們本身受到的壓力 一定只會越打而不會越少 對 所以你想要威著大陸 日本跟美國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你反而會讓中國大陸 更摸清楚你的底 因為我是以敵練兵 賴老師不斷強調這個觀念 我是第一次聽到賴老師說 這個以敵練兵的 另外再來看到 其實不只是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朝鮮現在也動起來了 你看美日韓這邊軍演 然後朝中社之前也發佈了 北韓實施水下核武器的測試系統 要回應美日韓的相關軍演 那這一件事情引發討論是 這個它的水下核武器的測試系統 是海嘯523的這個 核彈頭大型無人魚壘 那其實已經進行50多次的試驗 到最後的階段了 光靖正恩就親自指導了29次 我覺得這個不能小看 因為朝鮮的這套系統 是從俄羅斯那邊學來的 俄羅斯在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發展第一代第二代 現在目前來講還有一代是 應該是海神級的 波塞頓 波塞頓的 是非常可怕的 對 因為他們是可以走得越來越遠了 然後它本身目前估計 它在貼近你的時候 在海底下引爆 然後製造出來的海嘯 他們有人估計可以到100米 哇 100米高 很高 目前他們的估計 不是1米不是2米 也不是10米 說是可以到100米 100米不重要耶 因為它整個炸起來的時候 讓整個海水往前衝 然後再往前波浪衝的時候 那就覆蓋 那我有統計了一下 日本的這個核電廠 在日本的西邊 就是靠近日本海那邊 從北海道 一直到這個南部 到四國這樣子 有九座 哇 那九座 如果海嘯過來的話 對 那如島之前就這樣子 如果假設它今天是在於 東京那個地方 關東地區 或者是在於那個地方 如果一旦 這樣子覆蓋下去的話 那會造成核災變 那韓國都有四座左右 韓國都有 所以也就是說 朝鮮現在目前在測試的 而且一般估計應該是成功的 那它可以 當然它的威力 沒有辦法像俄國那麼大 例如說可以創造到100米 但是幾十米我想可能跑不掉 如果今天 因為朝鮮故意把這個新聞公布 其實就是在威責你日本跟美國 還有就是韓國 也就是說你的海港 你的軍事基地 你的核電廠 你的一些工業基地 不要忘了 也很有可能不能排除 被海嘯吞噬 對 那個海嘯吞噬 那就是包括人命的 的死傷 那是相當可怕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不對稱戰 這才是真正的不對稱戰 所以金正恩在這一次裡面公布 他的海嘯的這個水底測試 其實就是在威脅警告 美國 日本 韓國 不要太囂張 我有能力摧毀你 如果你把我逼得太緊的話 我不排除我會動用這款武力 對啊 不排除動用這款武力 這就達到了威者的作用 那更別說其實可以看到 朝鮮的外長去訪問 這個俄羅斯的時候 那有帶回很多重要的訊息 也就是普丁願意 儘快訪問北韓 而且他們說 可能要相隔24年來 再度訪北韓 那這個時間點傳出來 會是普丁總統選舉完之後 大概三月多的時候 對 因為選舉還是很重要 雖然他當選無學念了 雖然泽倫斯基不選 對 責任司機也應該要選一下 不要戀戰嘛 戀戰成這個樣子不太好看 而且還想把他的總司令罷處 對啊 這個實在是 因為他的總司令 目前的聲望比他高 對 那他總司令如果出來參選的話 搞不好就是他總司令當選 沒錯 結果責任司機乾脆 一不做二不休 不選了 然後人家就說 你為什麼不選 沒錢 然後他說 那如果有錢呢 那你給我錢 我來選 所以要外國人買單 那美國人為什麼要幫你買單 那歐洲人也不會買單 所以他就繼續幹他的總統 那普丁是要改選了 三月 那一般來講沒有懸念 對 可是問題就是 你沒有懸念還是要選了 那你選上了以後 你以一個當選人的身分 而且很明顯你的任期 又是五年了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你的威望更高 而且任期更有保障 到朝鮮去訪問 政策就是一貫性 所以我覺得選在選後 那麼去朝鮮訪問 這是想當然而 而且也是必然的事情 對 所以你看 俄羅斯跟朝鮮 現在要聯合抗美 日 韓 所以到底誰有這個底氣呢 您覺得是誰呢 記得幫我們留言按讚 廣告回來 請賴老師繼續來分析 我們說在中東的局勢當中 又讓大家看到了東升西降 包括外交的這個領域 還有軍事上這個領域 都是如此 現在看到是胡塞組織說 我們用導彈襲擊在雅丁灣 美國霍輪的海洋爵士 你看又來了 然後拜登說 我們不斷的襲擊 這個胡塞組織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胡塞組織 相反的胡塞組織說 中俄的船都可以通過 沒有問題的啦 另外再來看到的是 這是外交層次 美國失敗了 軍事上也是如此 更別說 美國現在有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金融時報說 美國海軍竟然去打別人的時候 彈藥耗盡時 你必須返回基地才能再裝填 不然會影響你的作戰的持續性 意思就是我沒有彈藥 我必須要回去基地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連海軍的部長也說 海上補給彈藥 真的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以前呢美國海軍啊 你去打別人 那個彈藥裝差不多就夠了 因為你打不完 但是你要對中國大陸的話 你怎麼可以打一打之後 然後我沒有彈藥 我先回去 然後再出來打 好 現在美國也出現了跟俄羅斯一樣的情況 你還記不記得俄羅斯原來對烏克蘭的攻勢是很淋漓的 那怎麼攻到最後以後就停下來了 因為彈藥用完了 對 那彈藥用完了就打不下去了嘛 那就停下來了 所以就僵持在那裡 後來經過一年 那這個烏克蘭 美國的援助都到了 北約的援助都到了 然後所以才會說 烏克蘭要在春季秋季 反攻 春季夏季進行大反攻 然後就卯足全力打 結果打一打以後呢 又停下來了 因為彈藥也用完了 對啊 所以沒有彈藥就是沒有火力壓制 沒有火力壓制 你的有生戰力就推不動 就這麼簡單一個邏輯 好 那現在美國很清楚的發現 它的問題就在於 它在這一段時間內 它跟英國聯合對胡塞組織 進行已經四五六次 多番的攻擊 那前兩波的攻擊 第一波的時候就用掉150枚導彈 對 每每每導彈都是上百萬美元 對 都是非常昂貴 菩薩組織就是很便宜的 對 然後你用了這麼貴的東西 然後你第一波就用掉150枚 一艘戰艦也不過就是122枚 對 你等於是兩艘船的導彈 都用光了 那你幾艘船在那邊 你都打光了 打光以後又沒有打到 幾個軍事目標 那麼《紐約時報》估計就是說 了不起消滅消除三成 就是它沒有消除很多 沒有消除很多 了不起三成 可是那個路特斯又報導說 伊朗跟黎巴倫等 他們又進來了 那不排除伊朗的這些武器供應 又回來了 那所以你用上億價錢的 或是上千萬幾千萬價錢的東西 去打掉一個幾百萬 或是幾十萬的東西 花得來花不來 當然花不來 其實花不來嘛 對 還有你的防導系統 你碰到無人機的那種打法 其實都花不來 好 現在福塞組織的戰略原則很明白 它的政治戰略政治訴求 也就是以色列停止對哈馬斯的攻擊 以色列停止殺戮巴勒斯坦人 它就停止封鎖這個紅海 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政治訴求 好 那攻擊它的它就反擊 所以目前來講 攻擊的就是英國 美國跟以色列三個國家 所以它只針對於這三個國家的船隻 進行打擊 因此它又縮小打擊面了 那它在縮小打擊面的時候 它就說 你看現在中國大陸也好 俄羅斯也好 含德國在內 它的船隻都可以自由通行與紅海 安全無慮 那這樣的情形就構成了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他們不願意跟美國人站隊 所以就只剩下 美國跟英國在執行行動 美國 英國執行行動 而美國的船隊卻受傷 對 那美國的海軍也承認 它無法保障美國船隊的安全 英國的船隊的安全 所以現在來講 如果這個局勢一直走下去 受損最重的是美國跟英國還有以色列 對 其他的國家影響有 例如說保險費升高了 但是不會那麼的嚴重 那你想時間越長對英國就越不利 而不是對於胡塞組織更不利 胡塞組織變成英雄 在中東那邊民心很高啊 對啊 胡塞組織變成是唯一敢跟美國人對抗的一個英雄 你想想看有多少阿拉伯世界或是伊斯蘭世界的國家 或者是企業或是個人 他難道不願意捐錢給胡塞組織嗎 胡塞組織賺反了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苦美酒意 終於有人幫他們出一口悶氣 尤其以色列加大力道在打 那也會讓中東的民心更導向了 譬如說像哈馬斯 甚至是胡塞組織都是如此 但是這也凸顯出一個問題 美國以前派出雙航母 想要威著伊朗 的確可以威著大陸不行 第二個你派了這個軍艦 你這些軍艦去的時候 你彈要耗盡 你就必須返回母港 這個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打仗 中國大陸的彈是不斷不斷源源不絕 更別說他之前也有我們介紹過半潛船 就你受傷的時候 半潛船在那邊幫你修好之後 你又可以繼續打他 所以這個東西有辦法跟中國大陸開戰嗎 沒有辦法 各位你想想看一艘船 假設我們從美國本土 或者從關島好了 可是關島也是在中國大陸的 導彈的打擊範圍內 東風26關島快遞 所以它的彈藥庫 中國大陸可以摧毀 它的港口中國大陸可以摧毀 機場碼頭可以摧毀 所以美國就勢必再往後撤 那最好就撤到夏威夷 那個國際繁殖線 好 撤到夏威夷去 那各位想 我這個船跑到東海來 跟大陸要對打 結果呢 砰砰砰砰砰砰 我搗亂打完了 我的船就要脫離戰場 沒有 因為我要脫離戰場 脫離戰場 對不對 OK 對 所以我就開始離開了 那我後面的船要來揭捕 對啊 那我這艘空船就要回來了 那我空船回來 它有可能是被你挨打的份 對 它沒有導彈了 沒有範圍了 然後呢如果人造衛星 或是雷達探測到以後 那就換中國大陸去打它這個空船 不管是用戰鬥機或是什麼 那所以必須還有護衛艦 好 所以就好幾艘船 就浩浩蕩蕩的就回來了 然後回來了以後 靠港了停下來了 然後這個開始填補彈藥了 裝填彈藥了 因為它沒有自動裝填器 所以它要一美一美的 慢慢的掉進去 然後又花了好多天 然後等到掉好了以後 再過去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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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過來 又要好多天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接入台海的戰爭 你美國要打算用幾倍的兵力 你有多少船 然後你要確保你的船 都不會被擊沉 那如果你被擊沉 或被擊傷 然後或者是被擊毀 或者是你的彈藥沒了 那你如果到時候 你活力供應不上 兵力供應不上 那你能幹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的海軍軍官 這是科學啊 去算一算 你要跟中國大陸 在南海 在東海打一場仗 你要準備幾百艘戰艦 對 我們都看到 攤開數字呢 中國大陸海軍的戰艦 是比你美國還要多 儘管你有10艘航母 但10艘航母 你也不可能開來 中國大陸周遭去嘛 因為東風會把你打趴 所以你不可能派那麼多 那老師說了 有很多戰艦 你有多少戰艦能來呢 就兩百多艘 兩百多艘來的話 你還有呢 一個來 要回去 你也不能全部都來嘛 然後呢 中國大陸在家門口 可以綽綽有餘 就可以把你給打掉了 還可以用陸機的 對啊 用導彈車拉 對 用導彈車拉就更快了 你也打不到我 機動性快 然後我都可以打到 1500到2500 對 那這個時候你的船 又靠不過來 那你好不容易突穿過來的 只剩下幾艘 是 然後幾艘還有可能被我打掉 對 然後你打完了以後 你要走的時候 還有可能又被我打掉 對 所以好好去計算計算吧 這是科學 光這個我們就算得出來說 美國在賴老師不斷提醒 一二島鏈真的沒有優勢 這個原因科學是這樣算出來的 所以美國的兵推 也是這樣算出來的 也不要天真以為說 美國真的會出兵幫台灣 這還剛剛講的是出兵 美國如果不出兵的話 美國不是說要撐90天 叫台灣撐90天 可能嗎 所以呢 真的要注意一下 尤其周邊的國家 真的要好好相處 跟大國的博弈 菲律賓你不要言而無信好嗎 譬如說呢 之前我們看到1月17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外長 跟菲律賓副外長 也有進行談論 談論的是中非南海問題 雙邊磋商第八次的會議 雙邊同意 完善涉海溝通機制 管控好仁愛礁現地的局勢 就看到 菲律賓每次船艦來 都被中國大陸艦艇包圍 結果1月21號的時候 空軍來了 用超低空 空頭的方式 對馬德雷山號來進行補給 長這個樣子 甚至還有媒體記者來拍 這根本就是擺拍行程 然後他用的是C208B 這個大篷車偵察機來了 我覺得第一個 因為我們也看到畫面了 他沒有辦法很準的 就丟在那個船上 所以他是丟在大海 這裡大海 對 丟在大海裡面 對 然後再由菲律賓的 這些駐軍 這些人去把它撈起來 坦白說如果 中國大陸真的要的話 其實可以派你把它勾走 022那麼強那麼快 對嘛 就把它勾走 勾走了以後就把它 把它駛成大海 那菲律賓 所以你看他們早就都已經通知好了 所以你看那個他們的小艇 早就在那邊等了 然後他丟了以後 他們就趕快跑跑跑去把它勾走 好啦 那你今天玩這一招 那下次你再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偵測得出 你的飛行的軌跡 然後再看看你那邊在幹嘛 那中國大陸過去的話 就把你撈走了 然後你的海軍的 海軍的官方就順便把你帶走 把你的小艇都拉走了 拉走以後就把你扣留 然後讓你的船慢慢的就沒有人了 你的那艘破船上面 沒有人了以後就可以上去把它拆解了 對啊 所以中國大陸反制的方式很多 那其實賴老師講的這一塊 還有如果真的要比軍武的話 菲律賓不是同量級的 這個對付你方法百百種 中大陸有殲16D 有強大的電子干擾 吊艙可以實施干擾 更別說大陸054B 就被說縮小版055-55了 054B排雪量6000噸 長147米 寬18米 32個垂發 100毫米主炮 還有1130進防炮 兩架值20都可以放上去 所以你真的來的話 054B還有殲16D 你綽綽有餘啦 對啦 我覺得 菲律賓真的是 中國大陸是節制啊 我覺得菲律賓是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但是我覺得有些國家就是永遠搞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節制還是有必要 因為沒有必要去對這種小國 坦白說他改不了現實面 既然改不了現實面 在那邊鬧來鬧去 我覺得要有耐心陪他鬧 就跟他 就是看你能鬧到什麼時候 看你玩到什麼時候 不要忘了這是燒錢的遊戲 是 你的飛機這樣飛其實都在燒錢 對 那你菲律賓既然想燒錢就繼續燒 但是我個人倒覺得 主權的問題是一吋都不會讓 所以菲律賓怎麼鬧 他改變不了現實 對 中國大陸有這個 他的底氣跟他的一個做法 就是主權一吋都不讓 然後不是他的主權 他也不會去特別要 那另外再來看到 你看菲律賓真的不斷鬧 太多了 1月21號 還有中國大陸海警隊 也是用高速橡皮艇的方式 接近正在作業的菲律賓漁民 然後因為他到黃岩島那邊去拿扇貝 那菲律賓漁民最後也 中國大陸說你不可以 給我拿這個貝殼 所以因此離開 然後也可以看到 菲律賓有海警的發言人 也說要求中國大陸落實 在談判桌上所做的承諾 你菲律賓有做承諾 你有做到嗎 中國的承諾很簡單 中國的領土主權 一吋都不會讓 那黃岩島根本不是你的地方 對啊 那你就不能來 你來了當然幫你趕走 這就是承諾 當初就是承諾 來了一定幫你趕走 那中國大陸就對現自己的承諾 有哪一點不對 沒錯 我都不太懂他講的是什麼話 承諾就是一吋都不會讓 那你來了我當然幫你趕走 這才叫承諾 只是沒有填起來而已好不好 賴老師說 真的不要逼中國大陸填起來 但是也不用急著填 因為美濟島就在旁邊 就看你美國 你菲律賓什麼時候填 你菲律賓什麼時候開始填的時候 中國就開始填 你敢在那邊造那些什麼漁民的那些 休憩中心的話 你小心一點 那因為你以為有美國可以靠 但美國爸爸靠得住嗎 來看到是說 美國要研製新一代的洲際彈道飛彈 哨兵 但是他的費用標迫了 快要1000億美元 這項專案比2020年9月大增的37% 真的是太多了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美國的所有的武器的研發 只會一直漲價 不會減少 一方面是人工漲價 對 然後各種物料件的成本都漲價 還有那些高精密的機械 製造什麼東西都漲價 所以美國一直在研發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價格 只會一直不斷的飆升 他們不會減少 可是我覺得飆升到 這麼高的一個價格 基本上來講已經不太合理了 因為你的整個防衛預算就是8000多億 對啊 光這個就1000億 對 那你一定會產生排擊效益 對 你的水上水面 作艦 對你的戰艦的 目前來講已經沒有能量了 對 那如果你在這樣子一個耗損的話 你根本沒有能量 他還想發展到登月 那他的那個錢哪裡來 所以NASA才不斷說 中國大陸要侵占一月球了啦 我們沒有錢啦 我們不行了啦 每個部門都要錢 對 但問題就是 美國政府佔還高足 還要再怎麼付錢 現在已經34兆的國債了 是的 太高了 然後你看他的利息又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此消彼長 賴老師你覺得這個此後 中美的軍力會不會越縮越小 我覺得中美的軍力 本來就已經逐步的在減低中 但是問題就在於 中國大陸還是一以貫之 軍 國防 就是我們講的軍事預算 他的比重 佔GDP比重 對 佔GDP的比重是有增長 在一點多而已 但是還是以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為主 所以錢願意投資在經濟 改善民生 然後投資在研發上面 但是在軍費方面 還是比較謹慎保守 我覺得大陸目前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先把自己的底 打得夠厚 夠深 然後等到有更大的力量的時候 然後再撥更多的錢過來 可是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以這個基礎的科技能力 工業能力跟生產製造能力為主 所以我個人判斷 大陸在軍費方面不會像美國一樣 調到2%以上 美國是3點多 快到4了 對 所以不會跟你玩這個軍備競賽 但是大陸有相關的底绩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好不容易 穿社會氏 我可以這樣想嗎 自己發派 真的沒有 我很常的 看看 我可以這樣想 嗎 絶貌